作者,不评则您1月21日,举新华社消息,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曲折的背景下,中国经济用超90万亿元的经济总量,6.6%的经济增速,以1360亿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的指标,交出一份总体平稳,稳中有金的成绩单。 过去一年,在内外挑战叠加之下,能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实属不易,其中6.6%的经济增速,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,贡献率接近30%,90万亿的经济体量,约占全球16%,达到了美国的70%左右。 而就在去年,中美两国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的时候,美国白宫就多次公开宣称,中国现在的经济非常糟糕,资金正在逃离中国,外国专家更是不再唱衰中国经济,甚至预言中国的经济可能崩盘,国内也有些所谓脑工之大声疾呼,千万不能和美国发生对抗,否则会以老机时,触发无法过量的严重后果。 可事实上,中国的经济结构足够稳定健康,已经对各种冲击。 经过了40年的不懈奋斗,中国已经完成多极跳,经济体量详细超过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国家,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,创造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增长契机。 40年中,中国国民收入,已经从1978年的约150美元,增加到现在的近9000美元。 与此同时,中国制造再也不是廉价的代名词,高科技。 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份额持续上升,开始远销世界各地,并取代德国成为出口世界冠军。 根据全球多家权威经济研究机构预测,中国到2032年,很可能将赶超美国,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。 铁的事实再次表明,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,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大大增强,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劳固,抵御冲击的韧性更强。 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,不是谁想打断就能打断的。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,我们必须看到,如今面对的外富环境依然复杂严峻,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。 中国的人均GDP水平,人和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距离,中国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,仍面临被欠脖子的情况,中国的产业升级仍然任重到远近些年,中国经济一次次打破外界的预言,带给了世界很多惊喜,不少人甚至用中国奇迹寓意形容。 但风风雨雨中走过,我们深知这世上没有奇迹,环顾全球,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变局中温和鸡同生并存。 中国发展仍属于重要战略机遇期,越是环境复杂,越要保持战略定力,坚定不宜办好自己的事。 世界上没有做小其成的好事,幸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。